这里是南韩首尔代表性的闹区之一地铁江南站 最近设置了全新的LED电子荧幕 上头显示行进方向前方和左右两侧的步行拥挤程度 江南瑞草区抢先全南韩首次引进AI电子荧幕 在地铁站出口附近300公尺间设置了两个 提醒行人道路安全 电子荧幕旁边也设置了大型广播器 如果需要请民众绕道 就会响起警示广播 电视器影像传送到瑞草区的智慧中心 AI系统就会自动分析拥挤程度 人流资讯同步传送到首尔市灾难控制室 以及警销等单位 瑞草区计划明年分析AI电子荧幕的安装效果 再讨论是否追加设置 继续去年万圣节离台院踩踏事件的教训 首尔市区提升了不少人潮警示设备 南韩政府为了应对今年万圣节 提前检视可能出现人潮密集的地区 受到去年离台院事件影响 这次人潮可能会避开离台院涌向其他地区 南韩政府在今年万圣节期间 追加安排一千多名警销人力 尽全力进行安全管理 事实上今年许多民众都自发信不过节了 离台院事件发生戒满周年 在首尔广场入口处设置的焚香锁 仍有不少民众来悼念罹难者 离难者家属希望焚香锁继续维持 但首尔市方面要求家属自行拆除 两方没能达成协议 拆虎不拆成为难题 首尔市计划让焚香锁设置满一年后 与离难者家属重启对话 不会强行拆除 将近最大努力进行沟通 寻找适当时机 将这一块地还给市民使用 TBS新闻综合报道